只有私心凡夫,从来没有私心佛 宇宙中只有私心凡夫,从来没有私心佛 因为私心成不了佛 佛陀是由菩提大悲而凝聚 佛陀的一切都是为了众生的慧命成就 佛陀的一切都是为了给众生带来成就利益 只要众生能够成就解脱,什么方法最快捷 佛陀会立刻采用那个方法 伟大的释迦佛陀,当年为了教化五百比丘 鼓励弟子们去拜见唯摩洁圣尊 并圣赞圣尊古佛的无量功德 何曾想过面子这种东西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 世尊圣赞观世音菩萨功德 并规劝弟子们 常识持诵观世音菩萨名号 世尊圣赞文殊施利菩萨功德 圣赞一切十方诸佛菩萨无量功德 何曾有过我见偏思? 当年马尔巴大师去印度向蒂洛巴祖师求法 先医指的是蒂洛巴祖师的两位弟子 两位弟子一听说 马尔巴大师此行是为了向蒂洛巴祖师求法 便立刻赞叹蒂洛巴祖师的伟大功德 并着手为马尔巴大师的求法之行做准备 先退还马尔巴大师供养给他们的金子 怕他向蒂洛巴祖师求法时金子不够 然后建议他先跟着他们一段时间学好语言 并习惯当地气候 把将来学法的障碍降到最低 一切准备妥当 筹措好一切供养 亲自送马尔巴大师去求法 一切为了众生解脱成就 这才是纯正的圣者真慈悲